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说毛泽东大传 我们上一节说1935年的6月25号 在茂公县城北面的两河口 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一干大佬们 和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陶 毁灭了 我们今天呢 接着聊一聊细节的东西 以及会师的当天见面的当天晚上 朱德和张国焘的建筑业画 毛主席和当时中共中央一干大佬 在前往两河口的这个路上 就看到了四方面军贴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标语 标语上写的什么呢 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大致都是这些内容 非常明确 四方面军贴出来的这个标语 那一定就是张国焘他们吩咐下去 张国焘他们到这跟中央见面会合 那么四方面军摆足了姿态 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央的这种尊敬 以及对于中央红军 那应该对四方面军来说 应该属于老大哥了 对老大哥的这份敬意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标语里面写的这些数字 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来 毛主席看到了这些标语之后 毛主席就问 那这个四方面军的干部 说你们怎么知道中央红军有三十万呢 陪同的四方面军的干部 张国焘还没到呢 还在等张国焘的时候 四方面军的干部就说 说这张主席啊 这是张主席按公事推算出来的 张主席 张主席按公事推算出来 到底是北大的学生 怎么回事呢 说呀 这一四方面军会是之前 红四方面军三巨头 张国焘 陈昌浩和徐向前 说曾经在一起就研究过 怎么迎接中央红军这个事 那么当时呢 红四方面军的二把手 那这个陈昌浩就提出 一个口号 叫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陈昌浩先说出来的 三十万这个数字 许向前呢 当时就觉得不太可能吧 许向前说 能有那么多中央红军呢 他们一路打过来 走了这半年 大半年快一年了 大半年了都 一路打过来 无数战斗 战斗减员 非战斗减员 一定都非常非常严重 即使他们出发的时候 有三十万的话 到前一路过来 这八个月了 八九个月了 估计也没有那么多了吧 咱们这个标语说 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是不是一点余地都没留 这不太好啊 那是怎么办呢 这陈昌浩就说 那提多少啊 张国焘说 张国焘说 中央红军是老大哥 中央红军比我们四方军多五倍 这应该是肯定的 应该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 我们此前 我们此前有六万人 那他五倍的话 那就是这个三十万吧 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了八万人了 那个时候红四方军八万人强 回师的时候 如果按五倍算的话 中央红军得有四十万以上 所以我觉得 陈昌浩提三十万 已经留余地了 张国焘一这么说 徐昌浅也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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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再说什么 但是徐昌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 他认为当时陈昌浩 他们提出的这个迎接三十万中央红军的 这个口号 事实上影响了后来两军的关系 徐昌浅说 他说 会师后的事实证明 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 哪来的三十万呢 我们自己的宣传 打了我们自己的嘴巴 最后了 这个 知道中央红军大致多少人了之后 四方面军这些 指寨员都议论纷纷的 就搞得很被动 这徐昌浅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 是这样说的 甭管怎么说吧 反正是张国焘和陈昌浩 他们就 定起来了 就这么一口号 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 然后呢 就吩咐下去了 那部队就刷出来把标语打出去了 在两个口的路上 和两个口 张国焘也就完两个口赶来了 那天不说下着雨吗 下着雨啊 雨下的还不小 然后为了迎接张国焘 中央那时候做足的姿态 所有的说那个冒着雨啊 搭这个棚子 搭这个油股帐子 这个棚子底下毛主席 然后包括张文天 包括伯谷 王家祥 朱德 等等 周恩来 一干人嘛 那一字排开 就在那雨中 等候着这个张国焘主席 张主席 说我们说这是 中央啊 给这个张国焘 给四方面军的最高的领域了 我觉得 更主要的还是给张国焘本人 这个最高的领域 有点有啊 四方面对中央和中央红军 表达了那样的一份敬意 中央和中央红军 对四方面军一样 那么 张国焘来了 下了马之后 跟毛主席握手的时候 张国焘就感慨的说了 一句话 说了三个字 八年了 八年了 他俩上一次见面 应该是大革命失败之后的 1927年 1927年 七月份差不多 八七会议之前 讨论这个 中央一些负责人 下一步的去向的时候 那就是张国焘和主席 应该是 在此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么到三五年 这不就八年了 他这八年还不仅仅 他已经只跟毛主席分别了八年了 这个张国焘比如说跟朱德 那也一样了 南昌起义之后 跟朱德他们也分手了 也八年 跟周恩来是不是八年 好像也差不多吧 没有 他们中间见过 那是见过 那么 同为共产党人 你像毛主席跟张国焘又都是中共的创始人 那中共一大的参加 这个与会者 参加者 那么包括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 工运农运 大革命的失败 最后一别八年 在四川 在地界里头 神仙人指路一般 让他们又重新见了面 而呢 这期间经过了土地革命 经过了这个 各自经历了 这个农村根据地的这个创建 都组织起了一支战斗力 不菲的曾经 都拙有战斗力的 这个中国工农红军 所以 像张国焘 这个八年了 是很特别感慨 给他的感觉 我相信毛主席 也一样有这样的感慨 那么 说这个 搞了个主席台 搞了欢迎仪式 朱德还讲话了 这个 张国焘也致达词 朱德说 两大土地红军的会合 欢呼快乐的不止我们 全中国的人民 全世界的压迫者 都在那里庆祝欢呼 这是全中国人民 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 是党的 列宁战略的胜利 朱德是第二个八点够 张国焘答词 张国焘说 我代表四方民军 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 那时候张国焘也不知道 中央民军到底实力如何 包括一路长征 包括五四反围剿失败 包括一路长征 追忆会议 一切都不知道 所以张国焘 确实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做足了对于中央的这个姿态 向党中央致敬 四方民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 没有直接受中央领导 现在好了 中央就在我们身边 和我们在一起 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去战斗 去奋进 这热情洋溢也都是 是不是 然后当天还搞了宴会 喝了酒 好不热闹 好不热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张国焘 张国焘 这个心眼就比较多 也是老革命 他就是在这个热烈的气氛中 他就没忘了观察 观察观察这个 中共中央的这些领导人 观察观察这个中央红军 居荣仪表啊等等 他就发现这个 看到了一方面军的这些个兵啊 穿穿戴戴啊 武器装备啊 什么包括这个精神面貌啊 这个脸色肤色啊什么的 他感觉 这好像 不如我们这四方面军都饱满的 这个装备啊 武器啊 各方面什么的 穿穿戴戴都不如我们好 然后一个个呢 面有菜色 是不是啊 然后疲惫不堪 着实给张文天 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 当时中央红军还真就是这个样子 还真就是这个样子 你八个多月了 一场场的恶障人困麻烦 出发出八万六千人 到现在剩下的一万多人 是不是啊 两种说法有一万多人 还有种说的是两万 两万多人 我倾向于是不到两万人 那么你想一山蓝绿的 是不是啊 这一定是那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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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但四方军不一样 四方军那个时候 会师的时候 张国焘拍了胸脯 吹牛逼 说让我们四方军有十万人强 多爆了两万 那这事实上有八万人强 那么当时啊 这个他们这个在在会师之前的时候 是在这个四川的通南八地区 那时候那个通南八地区 那物产还很风 还很风扰之地呀 应该是 所以他们在此前的通南八地区的时候 红四方军 应该说 吃好喝好了 算是养精许锐了 包括什么呢 这个为了和一方军会师 他们离开这个 这个这个 川散根据地 从这个川散根据地撤出来 这个这个 他多长时间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撤出来一个多月之后 就跟周阳红军不就会师了吗 所以那个时候 别说 四方军这一个多月啊 这时间也短了 路程也不长 出了一个多月 他们说很多战事啊 什么这个 很多战事的这个 这个这个行为里面 啊 这个出发时候 带着一些的腊肉啊 香肠啊 还没吃完呢 啊 你可见 你可见他们那个时候 这个四方军 应该说 这个这个 补给啊 后勤啊 保障啊 装备武器 各方面 那确实和这个一方军 是力判高下的 所以呢 这张国涛 一看一旁 中央红军是这个样子 他就脑子里就 一个问号 一个问号 就开始跳出来了 就开始跳出来了 嗯 嗯 他觉得中央红军可能 和我们想象的那个 事实相去甚远 什么这么三十万 啊 啊 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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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个这个英勇无谓的中央红军 那时候一看好像是疲惫之师 落魄之君 啊 所以呢 张国涛 为了回答自己脑海中冒出的这一个个问题 他就琢磨着怎么摸摸底 啊 他想摸摸底 啊 很自然的 他就找到了跟他最熟的 当时中国中央里跟他最熟的人 应该就是周恩来了 是不是啊 他首先真就找到周恩来去了 啊 周恩来那时候 依军委副主席 啊 军委副主席 同时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三人团的时候呢 周恩来位高权重 是不是 随一会议即使开了 他也是党内对于军事 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负责人 啊 所以他想 周恩来肯定是门亲了 他就找周恩来套话 啊 就套话了 这个 嗯 周恩来也 这个张国涛 也算是 啊 快人快 寒暄了几句 想想当年啊 南昌起义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 这些个东西 啊 讲完了以后 啊 这个 他就说了 说这个 这个 南昌起义后来咱们打的 对吗 这部队伍基本全大散了 是不是啊 死死亡的亡 最后呢 整个就鸟瘦散了 他说现在你们中央红军 是不是一路上也受了不小的损失啊 啊 啊 挺严重吧 哈哈 啊 是不是检员也很厉害呀 你就很自然的就 哎 也会说话 北大的嘛 是不是啊 就落到了说你们是不是检员也很严重 很厉害 嗯 周恩来多聪明的人 周恩来说那跟南昌起义说还比不了 还不能比 南昌起义最后的整个队伍都不在了 是不是啊 全都散了 现在周恩来红军 是不是啊 我们毕竟我们部队还在呀 是不是啊 哎 周恩来就给了声音一胡咙话 哎 张国焘就干脆就弹道直入了 一听周恩来这样说 张国焘就说 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哈哈哈哈 人家还有多少人 周恩来多聪明啊 周恩来立马就 回了一句 没告诉他多少 周恩来问他 你说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呢 哈哈哈哈 哎 周恩来就反而问他很有策略啊 是不是啊 那确实不得了 因为周恩来代表中央啊 是不是啊 所以很自然的 你下期问我 我就直接问你有多少人呢 是不是啊 张国焘 犹豫都没犹豫 撒谎脸都不红 我跟周恩来说 那十万人 那十万人 那这四方军张国焘报了数呢 周恩来也不好不报呢 周恩来就 哎 一运气 周恩来就跟张国焘说 我们还有三万人 张国焘八万 说成十万 周恩来一万多少人 说成了三万 都互相摸底 都互相摸底 啊 啊 啊 人家说嘛 说周恩来说了 我们还有三万人之后 说周恩来明显注意到 发现张国焘脸色都不变了 啊 啊 你看 还说三十万周恩红 哈哈 一下子 三万人 张国焘 那也聪明容 估计张国焘立马也知道 你周恩来肯定 啊 你也住了水了 是不是啊 浮夸了一把 在周恩来那 没问出东西来 这张国焘就不甘心 找谁呢 找朱德去 啊 朱德他也认识 啊 南昌起义的时候 有过 这个这个这个 有过接触 啊 但肯定彼此接触不深 了解也不深 啊 南昌起义那个时候 张国焘是何许人也 啊 南昌起义那个时候 是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之后 压了血本 干的一票 啊 南昌起义 当时啊 刚刚在中央领导机构改组中 出任政策局常委 临时中央 临时的总负责人的张国焘 啊 作为中央的特派代表 亲自来到了南昌 主持武装起 南昌起 我们正史都说是周恩来最高领导人 不是的 周恩来只不过是中央下边 设了一个前敌委员会的书记 而前敌委员会上面是有领导的 有机构领导机构的领导人的 谁呀 张国焘 张国焘来到南昌是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 那什么呢 那是一票否决权 那是最高领导啊 张国焘 在张国焘之下搞了个执行的一个具体的指挥机构 前敌委员会 书记是周恩来 里边有李立三 运弹英啊 藤派啊 谭平山的这些人在里头 张国焘 这地位南昌起的时候 朱德什么呢 朱德是南昌公安局局长 朱德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什么呢 是周恩来的老书人 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吗 周恩来只不过是让朱德 配合着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工作 南昌起整个从筹划一直到发动 指挥 朱德没有朱德的事 朱德没有资格参与 南昌起的部队里没有朱德的兵 前敌委员会里头也没有朱德的一把椅子 没有 指挥序列里面也没有他的角色 是总指挥贺龙 前提是总指挥叶挺 参谋团 参谋长是这个刘伯承 没有朱德的位置 朱德那时候就是帮着打听打听消息 告诉周恩来 周恩来在他这住吗 周恩来借住在公安局长他们家吗 安全吗 然后呢 在当天 啊这个受周恩来的这个这个委托 玩的把调火力山把这个南昌铸军的几个团长弄一起吃饭喝酒画拳了什么 玩着分散分散他们注意力 让他们输于防备 是不是啊 朱德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是做了这些个事 这个周恩来后来不说吗 他说朱德是一位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南昌起义的时候 朱德就是一个参谋和向导 陈毅后来不说 陈毅说朱老祖在南昌起义中地位不重要 没人听他的话 大家只不过尊重他 是一个老同志吧 八六九六零六 一六二六四十一岁 是不是 那就是老同志 朱德的南昌起义的主要的作用 是撤出南昌城之后 撤出南昌城之后 南下这个路上 整个江西境内 干南往干南 越北这个转进 转移的这个路上 主要的这个围堵的兵 迎面相撞的迎堵的兵 都是滇军 朱培德的什么 就都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以前的云南的部队 包括两只羊啊 什么的 而朱德是滇军的著名的将领 所以当时周恩来就跟朱德说 你当 你你你打你你 你打先锋 做先锋关吧 让朱德在前面开路 带一些学生兵啊什么的 然后见到滇军的将领 朱德就拉关系 哎哎 滇军很多将领啊 真就给朱德面子 当年朱德滇军名将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朱德一开始就是 哎 这这这开路啊 然后他们就让路 让路呢 这个起义军就可以 少损失 甚至不损失的 就一路往南下 这是朱德开路的作用 还有断后 啊 进入到 过了干南了 到了越北之后 朱德就不好使了 因为碰上的就是 国民党的中央军了 或者是广东军了 越军了 什么前大军呢 什么这 跟朱德就不认识了 但是云南兵呢 现在就 在后边又开始追着这个 这这 就先跟你放过去 后边假装还得追你 给达达达达达你 不然怎么跟老蒋交代 就这么着 把朱德又 从这个先锋关 又变成殿户关了 就你上后去吧 后边还有云南兵 你也带着他们 朱德一路就干这事 就干这事 啊 啊 然后呢 人家这个这个张国焘 中央来他们 把主力全带走了 哈哈 留给 最后给朱德留点兵 让他留了三千人 两三千人 三个爸打主机 掩护主力 事实上就这个时候 这个过程中 朱德主要和南昌 习的领导人之间 打交道的主要是周恩来 跟张国焘 估计是见过面 握握手 寒暄暄暄 啊 张国焘那是中央领导 他不得了 架子大大 啊 位置高高的 啊 啊 那朱德那个时候 党员的身份刚公开不久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 朱德和张国焘 南昌起义的时候相识 啊 但是绝对没有什么深究 但毕竟是见过面吧 是不是啊 因为那张奇异嘛 张国焘就有了找朱德聊聊天的 这样的借口和理由了 啊 但是 没等张国焘找朱德去 老总人自己来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面说 会师的当天晚上朱德主动登门 找张国焘了 于是咱有了 会师当晚 张朱二人的剪竹夜话 今天剪竹夜话内容还没说完 还没说出来啊 那就留着下次说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